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这个节目的一开始 我要跟投资朋友讲个好消息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放空的必杀季 这个第一集 非常的受到很多投资朋友的按赞 说那几招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但是有的人认为这个意犹未尽 因为只学那几招好像还不够看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因为刚好现在这个大盘一个时间点 非常的适合 又要来学什么 放空必杀季 Part2 那我把这个等级往上升 也就是说难度稍微高 那么一咪咪而已 但是还是要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Part2 我会针对主力大户 他们是怎么样去放空的 也就是说比之前的第一集更进阶了 已经提升到大户怎么去看这些 所谓的转弱的股票 其实这目前为止 你看到的很多的空单 我在之前就讲过了 不一定是散户去放空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很多的个股 嘎不了空之后反而往下走 这些原因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这一次的Part2是在做什么呢 要跟你上什么样的课呢 我们第一个 这个技术面的跌破 这个包含了 这个技术面到底怎么看 它算是个跌破的一个转弱点 那还有呢 反弹无力的追空 还有反弹惯性的改变 还有空方形的这个形态的破坏 那甚至于这个消息里面的 注碟的放空 这最近是最多的了 就是财报的利通 那我都会在这个Part2 我们会来上这一堂课程 我们一样是50分钟 我相信你上过这课程之后 你的收获会比第一集更多 因为它是进阶版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盘 大盘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跟投资朋友提醒过了 我就一直跟投资朋友提醒 这一张的图卡 我说过 最主要的原因 我知道市场我一直跟你喊 万六先看万六 但是我一直在提醒你什么 我从7月7号 现在已经8月10号了 我已经提醒你超过一个月了 一个月又多少 03天 对不对 今天是8月10号 那我提醒你就是说 只要这个大盘 那量没有办法放出来 你就不用去想那万六的事情 因为1485到15218 不会一次过关 对不对 我不断的跟你重复这句话 所以说15218都没有办法克服 那怎么可能会让你看到万六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还跟你讲那叫比登天还难 你如果真的看到万六 有没有机会 有很后面的事情 对 我说你最早要先拉回来 拉回来之后 到底大盘怎么变化 那到时我们再来看 可是目前我觉得不太可能 应该不是说不太可能 应该是说把那个太拿走 不可能让你看到万六 那这个大盘 我在之前一直在讲说 大盘的涨跌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就在那个成交量的量能 它一直放不出来 这个昨天我已经解释过 我就不用再跟你多做解说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可以看我昨天的影片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重点是在今天嘛 对不对 那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今天刚好是从13928以来 反弹的第21天 我们之前在技术分析 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费之南坡系数 也就是从所谓的35821 对再过去就34 那今天刚好是来到了第21天 真的那么刚好 来到第21天 刚刚好出现了什么 黑十字线 那刚刚好黑十字线 它又有什么 一个变盘的一个讯号 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反弹的结束呢 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 你的地方要盯着看 短线的强弱点 就在14802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讲 应该今天是礼拜三 就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那根中红K的低点 不能够跌破 14802距离现在 我们收盘是14939 换句话说 还有100多点 那也就是说明天不能够去跌100多点 不要去超过100多点 否则就岌岌可危 非常的危险 也就是说到时候如果出现一个转弱讯号的时候 那就会正式宣告反弹结束 就真正的结束 就证据拿给你看 就真正的已经结束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行情里面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过的 我说国安基金的护盘能够去护多久 投资朋友你自己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昨天也跟投资朋友提醒到 我说你不要认为那5000亿很多 因为你现在没有人要买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共襄胜举 不管是外资 不管是所谓的融资散户也好 那甚至于阻力也一样 如果大家共襄胜举 那国安基金不用护盘护的那么累 他也不用花那么多钱 他的5000亿就很好用 对不对 他只要点火一下大家跟单 那当然大盘就一直往上涨 可是现在不是 大家都等着卖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那你每一天的这个成交量都在18001700 我不要讲说1700 1500你用1500去算 你最少要拿出三分之一 每一天因为你要控制整个大盘 你不是只有控制单一个股 你要控制整个大盘 你最少要拿出三分之一的金额 来去撑这个盘 那换句话说如果是以1500来算 你每天最少要500亿 500亿5000亿 你只有10天 10天就花完了 所以你不要把那个5000亿想的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真的不大 而且你要去消化外资的卖 外资一直在卖 还有散户也在卖 跑短线 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些做多的 每天抱着多单 不走 不可能 对不对 看到不对就赶快跑 他还要把你的卖压给消化掉 还要消化外资的卖压 那消化阻力的卖压 你认为国安基金有多少钱 可以这样子不断的 把这些影子丢在跟海里一样 连扑通一阵就没了 马上就消失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国安基金的护盘 他 我说真的 不是说我去看衰国安基金 而是说国安基金的钱 他会花在刀口上 那如果你听得懂就听得懂 那听不懂 我也没办法再继续解释 因为毕竟 很多人没有办法知道说 什么叫做国安基金护盘 他是整个护盘法 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一直要把这个盘护到最高点 甚至于再让你看到万八 绝对不是如此 他有他的步骤 他到底是怎么护盘的 以后事情发生 我再跟你讲 好那再来呢 我们就是看到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会跟同事朋友讲过 我说8月5号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你会看得出来 国安基金 他有没有积极在护盘 如果有 我可以跟你讲 台积电一定会去怎么样 挑战解套的卖押区 那我就是知道他没有 所以因为看这个成交量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我在8月5号跟你讲说 这个垃圾的细码还有多少的空间 果然从我讲了之后 投资朋友你看 到现在目前为止 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什么 他已经回补了多方的缺口 那昨天我有提醒过你了 我说只要回补了多方的缺口 就代表整个台积电已经要转弱了 对不对 他的这个整个攻击的多方的市已经消失了 那所有投资朋友 那如果说台积电已经这个样子了 那他又是电子股的领先指标 那你认为电子股会如何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电子股你可以看得到 很多都怎么样 又开始出现了跌势 对不对 而且那个跌势不是小小的 就跟这几天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一直跟投资朋友提醒 我说电子股是先弹的 这一波1398弹最凶最快的 所以先弹的会先跌 因此在台积电已经回补多方缺口之后 电子股会首当其冲 接着下来会干嘛 开始轮跌 这一点你可能要去非常的小心跟注意了 那再来这个盘最主要是金融股在撑 对不对 你看连今天都是一样 好那金融股在这个地方 我说过了 他如果去突破短压区之后 接下来去面临的任务更艰难 为什么 因为他去挑战沉重的解套卖压区 昨天我没画出来 因为我那个图放得很大 好今天我把图给缩小了 你一看就知道了 你觉得那个沉重的解套卖压区 为什么叫做沉重 你看那个量能潮就知道了 之前的量能潮是非常的大 可是现在的量能潮就那么一咪咪而已 跟之前比较只剩下一半 所以怎么再去挑战 这个沉重的解套卖压区 我觉得那就十分有限了 因此投资朋友你要去注意了 假设金融股没有办法去挑战沉重的解套卖压区的时候 那金融股不再撑盘会发生什么事呢 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心知肚明了 我不用再多讲了 那再来就是钢铁股 钢铁股这个地方量一直放不出来 但是你要去注意 短支点不能够再跌破 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会再杀一破 会杀这个短多单 就在上个礼拜一去抢多的 那天不是一堆钢铁股涨停板吗 大家去抢 所以你要去注意了 因为像这样的买气不振的话 是不利多方的 那再来就讲到这个航运股 航运股真的 不可以红薄 薄就就臭臭气了 你看 为什么 昨天我还讲说 他经过了15天的 在这个所谓的短压区的下轨线 搞了15天 贴在那边 终于去突破了 结果呢 才这么夸奖他一天而已 今天马上自己怎么样 先拉回 不撑盘 这个投资朋友 你不觉得真的是 真的要怎么够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新浓 我只能讲说 这个是 这个是目前为止 我看到过最离谱的 就是说你已经撑了15天 那你都已经要往上冲了 大家也讲得非常的好 你都已经这样子去做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自己要拉回来 也没有什么利空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就是我跟投资朋友讲说 这个航运股 我说真的 大家一直说好好好 但是那个量却一直在说 这就是目前大盘 我说过 你如果你说一直要靠这个航运股 靠金融股一直在那边撑 我想请问你 量 没有办法放大的时候 如何继续给他撑下去 这就是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的 这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信心满满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只供一天而已 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现在目前 你该怎么办 我只能跟投资朋友讲 赶快 之前的放空必杀计 在第一波第二波的时候 有些人就单在用我的这个放空必杀计 第一集 简单最简单最实用的 就可以大赚 那我这个进阶版的第二集 投资朋友 你要赶快来看 我讲过了 我会把这个更进阶就是什么 主力大富 他的放空的技巧大公开 包含技术面的跌破 反弹无力的这个追空 甚至于反弹惯性的改变 还有空方形态的破坏 还有消息面的注跌的放空 都是主力很喜欢用的 那这些主力喜欢用的方式 招式到底是哪些 赶快拿起你的电话 打我们的027725-1500 但如果是说 你已经看到这个节目 已经超过晚上的6点半 那没关系 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下方的 打勾的地方 把它点进去之后 打开来 会有展开 你就可以看到连结的表单 你要记得赶快来报名上课 因为我觉得 每次我们这个放空必杀季 可以让你真正的大赚 那一波真的差很多 而且把你之前的学费 赚了好几倍回来 所以我相信投资朋友 这一次的进阶版 如果您上过第一集的 这次进阶版 你一定要上 如果你还没上过的 那你更要上 因为这个进阶版 会比之前的基础版 更好用 好 那再来 我希望投资朋友 现在整个大盘 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 我也是说 希望投资朋友 你目前为止 赶快把你手上的多单 尤其是电子股的部分 你应该涨不动的 尤其是在今天 我应该是这样讲 今天有很多电子股 假设你的跌幅超过了3-4%以上 你真的要先跑 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已经超过5%以上 那更不用看了 明天开盘 不强 就赶快先走了 如果他没有再涨 因为 接着下来这个跌势 我已经跟投资朋友讲过 叫做最后的赶跌破 而且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说在空方式里面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为当他突然在跌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反应的 不是说 我再看一下 他不是跌个1% 跌个2% 会警告我一下 然后呢 我再考虑要不要出 假拍谁 空方式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好心的 这个一个所谓的下跌的模式 让你出 你看这所罗门 他是本周的明星股 大家多少去介绍他 对不对 那结果呢 今天一开盘就跌停板了 开盘的时候跌停 锁起来又打开 就打开那么几秒而已让你出 没出就不用出了 投资朋友 你像这样的 你怎么去反应 我想请问你 如果你去抢短多也好 或者你手上有这些 所罗门多单的这些投资朋友 你怎么去反应这样的利空 完全没有办法反应了 所以你不要去想说 我再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 投资朋友 等你看到跌停板的时候 完全都来不及 所以你是要事先去准备 所以我怎么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说 我当初在跟你讲的那一些 不管是哪一些空军的名单 有没有 我说你可以等他反弹 弹不动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先走了 而不是说真的出现大跌 你又才开始一直在紧张 然后呢 该走的时候不走 又从头报到尾 原本已经少赔很多了 又开始在赔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这望红啊 我昨天不是在跟你讲吗 也只不过是一个 七月份你说 小小的利空 对 就反映成这个鸟样子 然后今天呢 投资朋友 你以为今天他开始弹了吗 没有 每个都说 哇那个月线没有问题 因为他月线的上扬 对不对 绝对可以撑得住 结果连撑都不用撑 直接开盘就跳空跌破月线 所以投资朋友 我一直在跟你讲说 你不要把那个多方式的 这个技术分析 放在空方式来做解析 那你会输得很惨 这句话 我已经在节目当中 讲了N百遍 没错吧 但是呢 还是有的这么认为 对不对 哦那个望红 我有去这个 看一些网路上股市讨论的 说哦这个望红没有关系 因为月线还在上扬 还有机会 有机会吗 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继续不出的话 假设他继续往下跌 你会出吗 那我想请问你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 难不成等到跌破的前波低点 你才要出吗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有时候 你们的因为技术分析 真的我只能这样讲 一般都停留在右右班 完全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的盘事 尤其现在是在空方式 好那再讲到这个ABF载板 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ABF载板 有多少的财经媒体分析人 天天在跟你喊好 对不对 这个没问题 之前 被套在高点的 就加码买进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那我想请问投资朋友 我可以跟你讲了 星星大家都买到多少 165以上最多了 你能最厉害的就160了 那除非你最近在加码摊品的 那就没话讲 或是你后面才买 那我就没话讲 可是大部分 也就是星星那个量最大的时候 大家看最好的时候 是在160块以上套最多人 那现在呢 你有解套吗 投资朋友有吗 大家喊成这样 拼命加码 什么外资又买进了 反手买超 那结果呢 答案是什么 答案还是跌啊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一直跟你讲 这空方式嘛 你不要把多方的 这个所谓的技术分析也好 筹码的分析也罢 你把它放在空方式 那你会输得很惨 这个就是我一直跟 投资朋友去提醒的 我到现在 我们的ABF载板的空单 没有回补 因为我们空的够高啊 为什么要去回补 对不对 那接着下来我们会怎么样 等到他真的 你们全部的市场 都看衰他的时候 那才是我们要回补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我们的这个大盘 已经来到了这个 即将要一个大转折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学到真正更高级 更厉害的什么 放空必杀机 所以我们才推出这个放空必杀机 第二part 2 那我希望我们从这个最基础的 最简单的升级到 主力哦 听清楚了 是主力大户 他们会去用的一些招数 我已经很多 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我说空单不是都是散户在放 很多的一些个股 明明的卷值比那么高 夹不上去还往下跌 原因是谁 难道不是主力吗 因为他一手有融资啊 有一手又有空单啊 对还有现股的筹码 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那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想知道他怎么做的话 赶快来上我们的放空必杀机 part 2 包含这技术面的跌破 反弹无力的追空 还有反弹的惯性改变 空方的形态的破坏 还有消息面的触跌的放空 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去应用 我都会在这个放空必杀机的part 2 慢慢的详细的利用50分钟 来告诉你好不好 赶快拿起你的电话 拨打我们的专线 027725-1500 或是说如果你看到影片的时候 已经超过晚上6点半的时候 你也可以利用我们影片的下方 右下方有个打勾的地方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 他会有个表单你会看到 你可以直接从这个表单填写 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各位投资朋友分析到这边 那我当然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财源广进 我们明天见啰 本公司以往就继续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õ